OK,我们直接就先,要不先开始吧,我先请,大家好,我是Alex,然后我们要不先请嘉宾你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对,然后我顺便也去社区那边也是告诉大家一下,对,然后要不就Birdy你先来,对 大家好,欢迎大家周六晚上锁定X2Y2,感谢平台的邀请,我这边是Footprint Analytics的一个Marketing League,Footprint Analytics是一个聚合式的这样的一个链上分析数据平台,我们主要在Q2或Q3会对MT和GameFi板块展开一些分析,目前最近我们也推出了自己的API服务,对于这个企业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 就我个人的话是七年底,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内,之前是在某三大所之一,然后后来呢就是因着一个聚合巧合,我们整个就是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量数据分析平台,我们发现其实一些其他的友商在当时并不能够提供完整的,包括就地门槛以及用户非常易用的这样的数据报表分析行情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也是非常 能够有幸在这里和主持人和发言人同台跟听众一起,大家探讨一下NFT市场的情况,好谢谢 非常感谢就是Gorning这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去过Full Frame的一个AMA之前,对非常感谢你的来,然后下面是那个Joe啊,哈喽哈喽Joe 哈喽听得见吗?啊没问题 啊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这边的情况 我现在目前是在一个道德组织帮他们去负责整个翻译工会的一个建立和运作 然后这个道德组织的话,我们是叫做Web 2.3,然后我们是在做一个NFT的项目,然后我们的NFT叫做G96福报,然后也是映射了一个之前比较热的一个社会话题 就很多互联网的一些大厂员工小厂也好,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过度加班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以福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报纸的NFT 那我们第一期的发售呢,996支全部是发售完,然后近期也是做了第二期的一个发售 然后当时我们跟项目方在聊的时候,项目方就有跟我们讲说 像C道的话,它是做一个道德孵化器,那像我们的道德组织的话 其实是想帮很多目前还在观望,说Web 3里面会不会有机会的一些同学 帮他们更好的去认识或了解Web 3里面的一些信息,包括知识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去做一个选择,到底说是继续观望呢 还是说能够认到Web 3里面去尝试一下 那像我负责的这个翻译工会呢,我们目前是每一周都会有一篇文章的翻译 然后会进行在公众号上的一个发表和宣传 然后目前我们主要的活动都是在微信群里面 Discord目前运营都会比较少一些 然后假如有兴趣了解我们社区的话 之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可以联系我 然后可以拉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去看一下,谢谢 没问题,非常感谢就这边 然后最后一位是那个Lucas 哈喽大家好,我这边是一个有关戴森球的NFT项目 我们的NFT项目是由刘慈欣的IP授权 就是他的下一本新书的主要概念 就是我们的NFT项目叫做戴森球 每个戴森球都是有独立的生态 这里可能有人类文明或者其他生物文明 而且它都有具体的天文数字 你可以根据这个天文数字在这个未来的宇宙空间上查到它 我们目前的项目正在建立自己的盗组织 然后我们的盗组织可以投票决定 未来小说的剧情走向 可能更类似于之前的游戏 类似于比特律变人或者前几年大火的隐形守护者 你可以在关键的决点根据投票决定 小说后半部分的剧情 我们想建立的就是web3 3.0和现实世界 有增加更多的联系 例如后来我们小说的影视化收益权和游戏化收益权 都归到组之所有 每个持有NFT的人都可以享受到这本小说 后续的版权收益 明白明白 其实是我听下来是有一点像内容创作 然后它是帮助创作者 去解决版权 这个问题的一个项目是吧 明白明白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在刘子欣那里 他可能是会给不同的结局 而由我们去投票 能选到我们到组织里希望的结局 明白明白 那个就是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就是其实 因为我们这些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关于以太价格和这个NFT市场的 一个关联性问题啊 就是第一个问题我直接抛给就是Bernie这边吧 就你觉得这是以太仿 它其实不是这周涨很多吗 对吧 就是它其实是因为那个合并所带来的这个反台 那你觉得这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延续呢 就你觉得以太仿它之后还是会延续吗 还是说它可能不会呢 所以我们是先讨论以太仿是吧 再讨论NFT 你可以直接延展到就是比如说 你觉得它那个NFT会不会跟着以太仿一起 对它的那个趋势 对没有任何问题 不用太局数 这是free一点 先说以太仿吧 其实从应该在2020年的时候 很多所谓专家学者就开始说 以太仿在某一个时间点 甚至在这个去年就应该会在这个市值上超过比特币 还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 甚至会认为在这个价格上 在这个议论牛市中就会超过 当然这个各方面的言论都有 我本身是其实是长期持有以太仿和bitcoin的 那现货呢会偶尔做一些波段吧 但是大的趋势是会做 小的这个波段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 我不是一个就是每天有时间盯盘的缺点吧 那从以太仿2.0 这次其实以太仿巴黎 我们比如说早期的投资者 IOSG Ventures也去过了 然后也在那边小会一场 带了一下footprint 那整个其实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的各种 以太仿2.0的这样的讨论 是ZK还是什么能够跑出来 其实有这样的猜测 我觉得是在熊市中是好事情 因为前段时间Celsus 包括三件各种机构的这种爆雷 其实给大家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整个市场我觉得从这个庄家机构到散户吧 我们先这么简单的分为三类 其实都是明显都有一个偏雄 情绪比较低 就整个市场的是没有提振的 就整个大家去看 从4月份开始吧 其实就是跟一季度 其实NFT的板块 包括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连动 但整个二季度 大家就觉得 是不是又要消沉 可能会两年或者三年是更久 按照如果四年一轮这样的一个 二级市场的周期的话 那么可能如果是从我们链上分析 以及抓取的话 可能大概率不会认为现在是一个 绝地反弹的时机吧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 就是它不是一个终极反转 因为多个层面 首先这个 美股75的这个加息的 已经是落实 而且接下来 马上下一周 包括9月份可能都会有一个 一个击加息的预期 所以整个包括缩表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就市场上的资金量 其实是会比较萎缩的 而且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看到美国职业率 是在上升的 然后CPI是很高的 达到9.1 在上一次统计的过程上 所以宏观来讲 这个节奏是不正常的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通胀 什么时候能结束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情绪 我觉得还在 所以在这个大的基本面情况下 以太坊我觉得带动了 现在这一周多吧 我觉得一个这样的 一个最触底的一个反弹 因为好多项目 如果我们走K线分析 都会发现 它好像有一个阶段性的 这样一个W底部 但如果说这个是终结的话 可能这个公司就太好过了 我觉得就因为经历过 其实18年那个BCHBSV分叉的时候 当时简直就是 我在深圳的时候 就记得华香北 那个矿机都拿废铁卖 然后整个整个就是一片萧条 18年的那个 那个就是熊市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就就那个时候跌到3000多 我就是退出了一段时间 就是我是2017年开始炒币 然后我是因为2018年年底 低到我都不想看 然后我也就躺平了 然后就直接一键删除了我的APP 是吧 对 你在那个时候要是什么 那个卖房卖车卖身 老婆币 但是如果是熬赢这个Bitcoin的话 估计现在应该就是可以就退休了 那个那个那个对 那个时候确实是体会了一个一个什么叫做绝境吧 因为当时真的大家完全没有现在的概念 大家没有说什么 哪有哪有元宇宙 哪有什么NFT Gamepad 大家只想的是这个是不是要完蛋了 就是没有共识没有信仰 这个老矿工离开老的OG 在当时就是都很难发生 所以经历过那个时候 然后觉得好像现在的这个情绪好像还还可以 就是说这个整个五六月份 至少给我和我们团队 还包括跟一些朋友聊 就觉得还好 就是没有到那种 让你觉得真的是恐慌到所有散户都要去崩溃的一个边缘 所以可能我们先不去预测具体的这个行情 但可能很多人都会Bitcoin他会看到 比如说12000到15000 那也他会看到可能比现在还要跌 可能这个下滩50%左右 所以就其实现在来看 我觉得确实阶段性吧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小波的一个利好 然后所以我还是蛮期待 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NFT的项目跑出来 但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 为什么就是NFT市场 其实不完全是跟着这个二级市场或者说以太来去走的 其实你会发现他阶段性的都有一些亮点 前段时间就是不管是这个Goblin Goblin其实很有意思 他就完全没有什么趋势 就你可能就200个字就能搞清楚他是讲什么的 100个字就能跟别人说他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个50个字就知道这个项目精华是什么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项目他就能跑出来 所以有时候一个NFT项目 当然我们现在说了更多的是PFP头像 但其实你长远你就会发现 其实原来有很多的NFT的板块 我们可以去讨论 比如说我们先回顾一下 其实NFT发展历程经历了CryptoKitties那个加密猫 经历了我们去年三月份 PFP的6900万美金成交的5000天的一个话的一个NFT 然后再经历了Jack Dorsey 就是Twitter当时的CEO 发了一个推文 然后再经历到NBA Top Shot 是一个就是真的体育品牌 一个公众品牌的一个亮相 到这个Sandbox 我们知道NFT跟元宇宙的一个雏形 是能够这样去土地的一个结合 那当然后面衍生出来的这个BYC和猴地 然后再到Stepper的这个NFT 大家知道原来GameFi的这个Play Tour 原来可以衍生出来这样好玩的NFT 再到ENS 我本身也有一个ENS的买了一个域名 也是那个 买了自己的名字吗 这个B必须要入坑 然后再看到这个Constitution道 就是那个People 那个B 然后对 所以就我们会其实发现 真的NFT的这个历程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它是很出圈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相比较于可能下半年的 以太坊和二级市场的价格 我反而更看好NFT的市场 因为首先它已经很出圈了 就很多的这一批的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叫新韭菜了 很多这个已经是很厉害的这个玩家 就竞圈比我们晚 然后其实认知各方面不差 但我会发现这些入圈的这些朋友们 很有胆识 而且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执着 他们有可能只是一个mode 有可能只是一个参与 我可能只是就是一天工作8小时之余 然后晚上回来看一看 比如说X2Y2这样平台 IGN有没有什么好的新的 就是NFT的item可以去看一下的 所以我觉得比起这个以太坊 我会更看好NFT 而且我会坚定的人下半年 一定会有一些好的这个NFT项目出来 所以可以再给我们双方打个广告 锁定这个footprint来看一下这个NFT 锁定X2Y2 敲到你心中的蓝筹 我先说到这里给到其他人 我觉得Bernie其实是一个应该是对 就二级市场非常关注的 其实他讲了很多 就是包括像ETH的价格和NFT价格 不是完全matching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应该是在熊市的时候有 因为是因为ETH当时是掉水嘛 它的掉水其实是因为在二级市场上 比如说三件 然后包括像Nuda 他们当时的一系列的操作爆雷 导致了ETH作为一个 它作为一个抵押资产被抛售 所以导致它的价格 到底点对吧 但其实NFT市场并没有出现 这样的抵押抛售 所以说导致了它其实有一点 就不论从趋势来讲 还是从它的真实价格来讲 你可以看到其实没有那么高的一个 就是跟注吧 对但不知道就是其他嘉宾 有没有什么自己不同的看法 问一下Joe吧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刚才那个问题可以再重复一下 就是对于ETH它本身的一个涨跌 跟NFT的这个市场的涨跌 其实不是完全对应的 对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你觉得它未来 它可能比如说ETH现在不是回暖了吗 对吧 你觉得未来NFT市场 它也会跟着回暖吗 还是说可能还是像现在这样 就是可能很多还是 Fly Mint为主 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个人的情况 其实我进这个圈子是进的比较晚的 我进这个圈子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比较凑巧 因为我人在上海 然后今年上海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被分控了差不多接近两个月吗 我印象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被分控的时候 因为在家里有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我有一个炒币的朋友 他有跟我提起 他说你不碰炒币 但是现在有一个叫NFT的东西 你可以研究一下 所以后来就那两个月的时间 被CX了吗 对被CX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念英文的 所以我看了非常多英文的资料 以及中文的资料 然后就在那两个月 就是很着迷的 在反复的学习和看这个东西 然后回到刚才的正题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同意 就是说以太坊的 它的一个发展跟NFT的话 它没有一个强相关性 就是或者说一个强的正相关 比如说ETH它发展的很繁荣 NFT就一定也会涨 或者说他们两个 会有一个相反的相关 但是我个人觉得 ETH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 作为一个底层的话 它的合并以及升级的成功的话 对于NFT 接下一步的牛市来说 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ETH它的升级到2.0的话 它因为我们目前所在 因为它一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性标链已经上了 然后目前是等它的合并 然后目前ETH它的价格反弹 也是因为之前ETH的开发者 他们在多次推迟了之后 然后在最近的一次开发大会上 有预定了一个9月19号的日期 当然这个合并日期不是最终确定 有可能会更改 所以要随时看他们官方的信息 但是他们这样大致定的一个日期 给到市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消息吧 就是推迟了很久的POW到POS 从工作量证明到权益证明的一个转变 目前好像他们按部就班就是要实现 因为在第二阶段合并之后 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一个shadow trains 就是分片链 这也就是解决了以太坊 它以前交易很慢 gas费非常高 一直被大家诟病的一个原因 因为大家在买NFT的时候会发现 有的时候市场上确实free means 不要钱了 你中了白名单 你会发现你付出的gas费 在中等的 我当时三四月份入场的时候 中等的一个gas费不算贵了 可能命着一个东西也是要二十来刀 对 然后包括像现在就算是gas比较低的话 那根据某一些合约 可能他们也是要七八刀去命着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也没有 就是对于刚接触这个圈子的用户来说 他们可能刚开始会反应不过来 为什么我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还要付这么一笔gas费过去 因为到之前的ETH没有升级之前 它就像一个单线程的计算机 有一千个交易 它就得慢慢的一个一个交易排队去做 然后大家还得付gas费给矿工 那最后假如合并成功了 在上了之后的分片链的话 相当于它会从一个单线程的机子 变成一个多层处理任务的一个机子 一千个交易进去 不用在每个排队 而是同时分配给不同的分片链上 同时进行一个交易处理 这样会让它的交易速度更快 同时它的gas费会大大降低 尤其对于新老玩家来说都有好处 因为老玩家发觉这个gas费变便宜 而且交易速度变快 那会玩得更齐心 那新玩家大概入场的时候 门槛就变得没有这么高 所以ETH作为一个基础设施来说 它的升级的成功 肯定对于NFT是一个利好的事情 但是它是不是说 ETH升级成功之后 NFT一定能进入牛市 我倒不一定觉得马上能扭转 因为NFT我个人接触下来 虽然没有很长时间 但是这个trance跟市场变化非常快 所以我个人感觉 目前我看到的NFT的话 比如说蓝筹 目前的动作 我感觉相应的没有说 有特别让人兴奋的一些 新的功能的出现 比如说像无聊员这个蓝筹的话 它最近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之前卖的土地的那个游戏 做了一个先行的分测 那它八月份的时候 可能又要推出一个 APE coin的代币质押的一个功能 然后像之前的NYC的话 Doodle那边融到了资 然后它也要推出自己第二代的NFT 然后同时它也卖了一个 硬件的trance盒子 相当于之后也会往一些 穿戴设备的硬件去做 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说 让人觉得特别兴奋 想要去梭哈或者说 想要去all in的一些新功能 然后其实NFT的新功能的话 还有很多方面或者说方向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探索 而且探索出来也会变得很好玩 比如说NFT的租赁 或者假如我一个新用户 我一路长发现这种好的NFT 我一下子买不到 我是不是可以以租赁的方式 通过租赁持有 然后去参加它社群的一些活动 然后去领取到它的一些福利 来体验我持有这个NFT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或者像party bid那这样 大家可以搞一个项目 众筹去买一个NFT 或者还有是把一个NFT买下来 进行碎片化 然后碎片化进行空投 让更多人去拥有和持有这个NFT 还有包括之前 李宁去购买无聊元 包括其他中国企业购买无聊元之后 他们也去探索了NFT的一个IP的新玩法 将NFT将同一张小小的图片 变成一个可以跟线下实体商业 进行结合的一个IP 然后同时进行线下实体商品的一个售卖 像刚才我们另外一位嘉宾 我就待会我很想听他讲一下 就是他们有的这种跟刘志欣合作 同时持有NFT 还能够选择故事走向 以及共享版权收益这一点 我听到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我非常想听一听下一位嘉宾的发言 谢谢 不然感想我其实觉得讲得很全面 其实我觉得就是总结下来就是说 其实ETH他跟这个嘉宾的观点 其实就他的观点是ETH和这个NFT的关联度 其实不一定有我们想的那么强 他可能之前的为什么观点度强 可能是因为可能都是顺周期吧 就他顺便都是顺周期 所以导致了大家都在涨 在牛市当中什么都在涨对吧 你不能说都在涨 所以说他就是一定是相关联的对吧 这个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不如就直接进入到下一位嘉宾 反正好刚刚就也提到了想听 对啊 Lucas要不你直接来 对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你本人也是做项目砝码 而且你们项目其实是针对的 就是创作者方面的嘛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NFT市场的关联度 还蛮高的 对想听听你的看法 其实我们做项目 首先也要想出的就是我们能 诞生出什么不同的玩法吧 然后可能我们最开始的玩法 也就是借鉴的 可能我之前提到的银行守护者 和底特利变人这种剧情类的游戏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去决定你不同的剧情 决定人物命运的走向 而这其中你可能就能发现出一些不同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这一个过程中 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冒险 得到了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在这个剧情中被提及 那它相当于其他的物品就要更有价值一些 而我们的戴森球可能我们目前有2000个戴森球正在发布 正在去售卖 然后这些戴森球可能都有一串自己独特的代码 所以一串天文数字 目前在刘慈欣这个小说是已经写了一部分了 但是这一部分我们目前没有对外发布 而这一部分的内容中可能有很多个戴森球被提及 而这些戴森球可能在未来的售卖中 它的价值就要比其他的戴森球要高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在小说中被提及 而就不可能去这里经历了冒险 或者是得到什么故事 然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可能我们想做的东西就是想把这些NIFT概念 和现实的一些东西拉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可能发了NIFT之后 再在NIFT上的基础上发链影 然后再发币去可能让这些去给用户带来收益 而是带来一些实际的收益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用户 你在深夜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的某一颗星星 你就是这一颗星星的NIFT的持有者 未来可能这个星星或者这个戴森球 如果被单拎土 因为每个戴森球它有不同的出产文明 可能未来有影视化 或者是小说的再改变 想要用到你这个戴森球的文明的话 那这个戴森球的版权其实是属于你的 它想在你的戴森球上做一切的改变 它要向你支付 支付东西 支付可能支付USDT或者人民币 这都是后来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把这一个NIFT打造成一个系列的IP 它是具有影响力的 它可能不像传统一些 配置于虚无缥缈的NIFT项目 它是可以被人们所看见的 然后我这边也算打一个广告 目前我们官网也是正在售卖的 我们一批IP 如果有谁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官网看一下 然后对于NIFT项目来说 首先我觉得目前就用户来说 我们周围的 应该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周围人 对NIFT的认知是不断均强的 可能在早些年前 三五年之前 你一批系统NIFT你周围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现在你可能会在自己的轮流圈 或者是属于空间会看到 有一些文家 他可能不是没有VPN 不会翻译 但他也会去购买一些 比如说他去 哪怕是支付宝 金炭去买一个NIFT 把他朋友全说 我踏入这个圈子 或者去一些平台 ibox这些去加入一群NIFT的购买搭局 去他们内卷 这就是现在的环境 无论如何 NIFT的用户是增长的 相应的NIFT的需求 也一定是在拉长的 而且最近可能很多名人 对NIFT的关注越来越多了 哪怕是 就是如果有 各位有捧嘻哈的 可能知道热狗 最近出了一首专曲 出了一首首唱曲目 就是第四NIFT的 但我觉得这种 对 接受 非常有玩的那首歌 对啊 热狗听的还 气平的很合理的 但是 就是反正NIFT这种东西 就是有好的一面 有坏的一面 就看人怎么理解 就热狗来说 他可能觉得这个现象不好 但他却终结了这个现象 就说明这个现象 目前具备了一定的火热程度 而且不光是我们国家 可能近一段时间 韩国都在选 总统大选 那么总统大选的要求 可能民众对他的要求 就是我们要你支持加密货币 支持NIFT 支持这些上面的生态 因为可能就韩国那边来说 可能就是不去三星 就可能去一些小厂 对于那么多年轻人来说 可能F3.0 是他们一个可以 换一个工作的空间 这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的精神寄托 所以说 作为一个领导人 你不支持我们的NIFT 不支持我们的加密货币 我就不愿意让你成为我们的领导人 总体上说 就市场而言 NIFT的用户是在不断增加的 但可能目前的市场情况并不好 可能有很多 可能很好的项目 他在等到一个市场 觉得他比较觉得合适的节点 去发这个项目 所以说我自己对NIFT的未来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NIFT的项目方 如果我们项目可能 虽然说现在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就是把明细彻底扩散出去 但是等到 就是因为毕竟刘四信 他是一个如果讲的获得者 他在国内有一定号召力 他在科幻圈有一定号召力 等他的下一部作品出来 或者更新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NIFT的价值一定会随着 把这份作品的诞生而水涨船高 就是可能我 就是在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在等待一个时机 是等待这个 让环境去认识我们的时机 明白 就其实是因为 现在这个时机对于项目方而言 你个人 对那我就追问一下 那想请问一下 那你既然作为项目方 你会觉得现在的时机 你们还想build吗 就你觉得就是在这个 NFT市场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下 其实包括像整个币圈的这个市场下 所以项目方而言 你觉得后续是不是有可能能够 由熊转成牛呢 这样会不会给你们一些希望 因为其实NFT就是 包括像那个ETH 其实最近都有回暖的这个迹象 因为我mint NFT 我希望每周都会mint比较多次 然后最近mint都还没怎么亏钱 所以我感觉他应该回暖的 是的 但我们目前其实也是相当于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觉得这个整个市场实在不算变好的 因为人们对以太坊的信息并没有失去 因为目前可能以太坊新标量 新标链的网络验证已经突破了41万人 然后每个验证人也需要验证32个以太坊 就说明了大家虽然说可能被这个熊市影响 但可能除了主头路纳币的那些用户人以外 其他人是没有被这个伤心动 所以说他们依旧对这个市场保持着一定期待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好的项目 他可能用自己新奇的玩法和不一样的内容 去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爆裹的项目 明白就其实还是取决于他的一个创新程度嘛 因为最近其实我记得之前那个Potato 对吧就那个土豆那个项目 其实也是有一些创新的 所以导致他突然就爆火了 不知道各位嘉宾有没有关注到 对对对 然后 Hello OK那我继续 那我把这个话题抛给那个Bernie 那Bernie你觉得就是刚刚大家其实都聊了 自己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关联性的一个看法 不知道Bernie你最近就是因为你们是数据平台嘛 就是有个分析家什么的 你们有看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些NFT的趋势吗 或者是一些热点NFT 就不知道有没有 比如说我知道很多NFT比较热的时候 他就会在Footprint上建一个就是那种数据看板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项目的含金量 对吧都要进去买了买了这种 有看到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最近吗 对对对 这是直接就要透露财富密码了 怎么怎么回事 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是喊单的好吗 我们都是正经讨论 正经讨论 不够成任何投资建议 但是这个如有购买 请请请 对挺有意思 其实我到最近觉得 就这个NFT 我觉得最近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是 就之前吧 尤其是五六月份 可能来来回回就这几千个人几万个人 就就你就相当于是二级市场 等于是你接我的盘 然后我再接什么就的盘 就在接什么优卡的盘 就其实来来回回就缺少流动性 就刚才说到这个二级市场了 你就会发现 以太坊啊 虽然说这个时候是有涨的 但是流动性和资金还是充充量还是不足 就是很多的在这一批其实赚钱的 不管是在GameFi赚到钱的 在DeFi提供流动性赚到钱的 还是在这个NFT的 比如说小图片 现在其实很有意思 大家都彼此称之为 你是图圈我是币圈 好像就就很分裂了 你知道 然后就然后话说回来 就其实会看到很多的离场的玩家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是做的一些报表 或者是社区的一些 其实我们都在讨论 就是能不能够找一下增量 就是如果说有增量进来了 如果说有个项目 有一些增量它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看 异能进境界 前一时间就在看 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 这个Zeroverse这样一个项目 那能不能够跟一些 其他的项目有一些联动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 联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比如他们跟Amfer 对吧 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听众 我们看到有Mimic投向的 有黑猫 有Panda 有杰伦熊 有这个好几个 就这几个其实我都有买的 现在还没有抛 因为这几个社区 其实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到 就黑猫社区 它其实就是经常会发一个 就是左边是自己的头像 然后右边是一个黑猫 然后两个很很相似 然后大家就就在就在去建这样的群 然后我可以 我见到各地各地的群都 那个微信都有建起来 然后我我又会看到 比如说这个Amfer Amfer这个也很有意思 他们就是上来打招呼 就是那个很不雅的一个词 就是motherfucker你知道吗 然后每天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是这样 就是假如说 那个社群里面 如果如果我跟另一位朋友 比如说什么Jack说 Jack你要去干这样的事 你要去拓展我们的社区 然后Jack说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就你motherfucker 就这样回去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虽然说 如果这是一个对吧 陌生人之间打招呼 那肯定行不同 但这就是 NFT的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社区里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共同语言 就像之前那个文字 那个图片 一进去 就开始 就开始有这样的 一个声音出来 就是大家的背景 或者是什么样 没有关系 你来自哪里 你什么时候进的website 你对website的热情 你对website的信任 程度 所有这些东西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此时此刻 拥有这样的NFT 我们是holder 对吧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 不管可能 你我认知的地板架 或者心理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此时此刻 在这样的一个群里 我们不断地达成自己 对这个项目的 一个新的认知 然后我们有这样 聊天的方式 我们有这样 交流的方式 然后在这个社群里边 有流动 有的一些人进来 有的一些人出去 你就会发现 这就是NFT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它因为着这个 把所有的这个人气 聚起来 然后 那这样的一个项目 可能在我们看来 就是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可能从数据层面 可能从其他层面 它短期内 是有一个增长的 因为其实 这个图圈很快 从开始这个白单 然后再到 大家都说干白单 然后再到命 再到这个二级市场流通 其实很快 比这个B圈的 几乎还快 比什么I什么 什么都快 但是真正能够跑下来的 就是说 这个当不光只是指 这个可能项目方 本身要去做一些事情 项目方当然要做事情 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这些社群的人 真的是它的主力 就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图片 就是他们那个 一堆人去竞选MOD 然后竞选这个MOD 都特别卷 就做出自己的背景 是什么样 资历是什么样 我就会看到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破权的 很多的新人都在涌入 他有可能是一个 炒图的人 他有可能是一个 社区爱好者 然后大家都因为 这个项目聚集起来 所以我觉得 NFT真的 它的魅力 就比这个 可能之前 我们讲 我们有持有 比如说什么 1000个以太坊以上 我们拉了一群 我们有两位数的比特币 好我们有一个 什么样的群 都更加的 具象 就是因为 因为一个 比如说这个 我在看 我就随便举例子 我们看到听众里面 有黑猫 那可能黑猫 它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么你喜欢 某的文化 好 你要从买一个 至少的NFT 做起 然后你持有 并且你融入我们的文化 你可以给我们 添加新的血液 我们也欢迎 但是我们始终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群体 所以其实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如果是 说的再宏观一些吧 就我们其实会发现 NFT 未来的 就是更多的是 往这个扩展到 元宇宙啊 扩展到这个 游戏也好 那NFT其实是将 构成任何假想的 这个游戏经济的 一个核心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有形价值的载体 所以我们最近会看到 这么多PASCA的一个存在 就是你 与这个之前的不同 就是它是先赋予你一个 你有这样的一个权益 然后再说 你持有这个 将来能够做什么 我会给你空头 我会给你这样这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种行为 就是与人们这个积累现金 并且将其部署到 各种价值存储的资产 比如说 这个现实 世界 其实是并行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期待 比如说举个例 游戏开发 大乡将NFT继承为一个 游戏经济的一个基石 然后创造一种 这种供求的心态 然后在这种动态的 这个过程当中 NFT是稀缺的 但是因游戏而受欢迎 所以无论是我们武器 还是什么汽车 还是什么土地 游戏中都会有一些 新的这个激励的措施 所以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探讨的内容 是很宏大的 就是真的 源于这个GameFi的 一个入口就在NFT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 在二级市场的资金 可能没有那么多 以太坊 也许不是一个 完全的反转的情况下 我们NFT将来 还会有什么趋势 它不光只是 今天大家冲一个小图片 而是说 我们接下来还能够 还能够做哪些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包括可能再举个例子 像Loot这样的 可组合的这个NFT游戏 它其实是激励了 社区去围绕一组NFT 来构建整个世界 对吧 如果没有web3赋予的 所有性和可移植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NFT不与这些相关 它终究只是一个 终究只是一个 放在那里的一串代码 这串代码很简单 对吧 花30分钟 可能像我这样 没有代码经验 也大概能够 能够看得懂至少 但它的往后的叙事 能不能够做实 才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 就是不管是从数据分析平台 还是从其他分析平台 看到它数据 也要挖掘它这个数据活动 背后的一些原因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其实说的很全面 很好啊 就真的就是从 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NFT 到NFT它怎么样去FOMO 然后到这个NFT 它目前的这个现状 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 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NFT未来的一个发展走向 我觉得是 Bernie其实分享了一个 非常全链条的一个 就是一个speech吧 可以说是 然后而且就说 我觉得应该是有备而来 有脱稿吧 没有没有 这个完全是自由发挥 想到点说 你这给Lukas 就压力很大 没有没有 我觉得挺期待 他们的项目的 因为Footprint 其实最近也在 也在要准备自己的NFT了 然后也是会 以现在Ipasska的形式来去跑 然后也是会贡献 早期的社区参与者 就是那些核心的 做表的分析师 然后其他的这些贡献者 我们都会予以一些奖励的 这个我先丢一个 在这里 我先不把它讲开 这个对吧 之后我们可以再聊 这个我就 不过多占用大家的时间 去打广告 但我们也在 也在去做这样的城市 所以也是希望 跟Jewa 跟这个Yukar 跟大家 XY的平台 其实像 之后会有非常多的一个 合作的空间 明白明白 没事 到时候可以聊一聊 合作 对没关系 然后下一个 我就Q给 就是 Joe吧 对 不知道就压力会不会陡增 就是 那不知道 Joe你最近有没有 关注到一些 比较热门的一些 NFT的项目会玩法的 因为其实你是代表项目方这边 就我不知道你们项目会有一些 就是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玩法吗 还是说可能就是觉得说最近还是 NFT还是比较冷 然后你们还是可能就 更多的偏的是那种运营方面的一些看法 对 在对你后面发言我压力很大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上 AMA 没事没事 其实刚才Bernie讲的那一段 我其实挺有感触的 就是我虽然 呃 玩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没有很久 但是这几个月确实 让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比起以前币圈 你因为持有某一种币 大家看好某一种币之后 会涨价聚在一起 然后有很浓的投资啊 或者说 希望从里面挣很多钱的这个想法呢 其实我个人发觉 很多人把地圈跟图圈这样分开来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NFT这个非同质化代币 比起以前的加密货币 它有了一种更强的文化属性 它会有 呃 就像Bernie讲的 我用一张图 可能我连接背后的是一群人 然后这一群人在一个社区里面 他们会有自己特定的用语 会有自己特定的文化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会指望 项目方会怎么做事情 他们自己就会在那边开始喊图 觉得可以做怎么样的事情 来维护社区的氛围 乃至于说 可以把自己手上持有的这个NFT的价值 给它抬得更高 然后 NFT它已经成 怎么说呢 从一种可能本质上的一串代码 变成了一种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一个代题 而且之前我也有听人讲过 他说你要靠NFT挣钱的话 你最好不要对这些小图片充满任何的感情 但是其实像我个人 我去冲一些项目的图的时候 像我有看到我们这个听众里面 之前有搜打的那个头像 包括像Mimic Sean这个黑猫头像 我自己去看这些图的时候 首先我个人感觉这些图挺有艺术性 画得挺好 而且很有个性的一个表达 可能就我个人来说买到之后 我会长期的去持有它 会觉得我买这幅图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心理上 对它有一个感情上的寄托 包括这两 包括搜打跟Mimic Sean这两个项目的话 他们的粉丝对自己所持有的NFT 也有非常浓烈的一个情感寄托 我自己之前在推特上关注了很多人 我发觉有一阵时间 就经常被这两个项目的粉丝在刷屏 然后像Mimic Sean的话 我前两周听了黑猫的 有一群人的分享 也是在推特上 然后其中有一个嘉宾 他就说我买了这个图的原因 就是因为里面有 听说社区里面有很多美女 因为他们在粉丝在刷屏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 可怕 我也看到很多帅哥在亮这个图 然后就是他们 然后他们有提到说 黑猫这个项目 其实有很多的女性持有者 我们知道在NFT项目 假如没有特别标榜自己 是一个女性社区的话 可能不一定会有 很多女性的玩家会入场 像之前的那个Covendale 女巫的那个社区 包括之前在 OpenSea上排比较靠前的 那个World of Women 就是那几个专门于女性 为凸显的社区 那女性群体都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假如他没有专门为女性 说做一个 说做一个NFT的话 但女性玩家有很多 那其实这个NFT 能够作为一个消费品 被女性所接受的话 其实我感觉它 其实是达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消费品的点 他们之前有在分析说 你持有黑猫的这个图片 其实是一个 因为大家经常在区块里面说 Proof of Work 什么什么的证明 对吧 那他们说 你假如吃我黑猫 那就是Proof of Cat's Lover 就像是一个 喵喵喜爱者的一个证明 所以他们的这一套社区文化 我个人是觉得玩得非常溜的 那其实到 转过头来 就是你有问我这个问题说 我自己这边作为项目方 目前在这样的一个 熊市的状况下 我们自己做的是 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是说终于呢 还是说像其他项目 去学习一些新的玩法 其实我们目前的话 社区是有在做一个 持续building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每一天 都有坚持在发的 有一个日报的一个项目 因为大家知道web3 会有非常多讯息的来源 但是那么多讯息 大家会觉得 我怎么样去甄别 或者说 有没有一份 简报之类的一个消息 我一看 我大致能明了 最近项目上 有什么比较火 每天可以在睡前看一下 这样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成员 大家还是以一个兼职的状态去做 所以我们原本的一个日报 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晚报 每天晚上会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发 然后我们的晚报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跟 我们的信息量没有非常的满 但是我们其实是分了几块 比如说区块链的信息 包括有一个formal today 向大家介绍 目前市场上 每一天有两到三个 比较火的一些项目 大家可以去关注 之前又打中一些金狗 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 我们那些社群成员 他们研究比较透 然后还有一些 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政策规则 非常轻量化的一个web3的 一个晚报的形式 我自己一般习惯就是 他们晚上发 晚上睡觉前会浏览一下 大致能够跟上 现在一个市场的节奏 然后像我所在的一个翻译工会的话 我们就坚持每一周 会去发一篇文章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文章 跟其他的区别是在于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会去翻很多推特上的一些KOL 他们发的英文的长推 然后会去做一个推文的精选 那我们目前为止有翻过 大概三到四篇的一个长推 然后大概第一周的话 其实是一篇Mirror上的文章 是一位A16C里面一个高管的一个文章 他就讲述了现在这个熊市 大家要怎么样去看待他 他讲述了自己在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之后 在录互联网这个行业所看到的情形 就像现在熊市里面看到的情形一样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能在熊市里面 依然坚持自己的方向去持续的进去build 包括我们第二篇发的那个代币经济学的100问 就是让大家说他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看看这100问 后来我们翻出来之后 有一些读者像我们反馈 这个100个问题读到第10个的时候 就感觉手上的这个代币项目投不投 要先冷静一下 所以就是吃个冰糕 感觉自己透心了 吃个冰糕一样让大家这样这样问 其实这个市场它变化很快 有很多热点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刺激大家大脑的神经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静下心来 去看一些争选过的信息的话 大家可以去做出一些更好的判断 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在国外也有相应的项目的对标 那我们最近社群里发出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硅谷有很多互联网大厂员工 他们组的一个叫做Techie Club的一个项目 相当于有很多技术人员 他们组了一个道 然后他们有发自己的NFT 会作为一个NFT path 以后可以在他们的道里面下有更多权益 然后他们也是想帮那些 还在web tool里面工作的一些外国互联网的人 或者说是国外的人 假如你英文OK的话 加入他们的社群 他们会从无到有帮你很好的去了解到web3里面 所需要的知识跟信息 包括你现在进他们的discord里面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都在更新国外 最新web3的工作机会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道德一个组织吧 我们也是在往这种web2到3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目标再去做 包括我打一个小广告 之后我们也会上线一个如何从零到有去做一个NFT项目方的一个产品 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联系我 我拉大家进社区之后也会首发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面进行一个发布 那说到刚才就是说市场上有没有什么近期比较独特的项目 可能我最近看那些三无项目看的比较多 就是那种没有白皮书 没有社区 没有什么路线图 就专门在推特上运营的 那之前大家说到的那个Bernier提到那个哥布林 他算是三无项目里面的一个大金狗 打中的人确实是有震道 然后在哥布林之后又出了一个叫做Iopopage 就是一个屎的一个项目 就大家没有听错 就是人排泄出来的那个屎的那个项目 那个项目也是非常独特 之前大概前一 他是五月底的时候开始做 大概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做了YouGalabs那样的蓝筹 他们做了半年做完的整个蓝筹项目的事情 他递交速度非常快 然后目前也是已经进到发地的一个状态 然后之后要做元宇宙的项目 所以这样一个三无的项目 以极快的时间推演了国外项目 因为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国人的项目 推演了国外项目大概半年 或者到一年才做出来的事情 其实在目前很大熊市的一个背景下 有这种非常愿意做事情的项目方 能够在熊市当中刺激大家的项目 经常会受到目前熊市的一些玩家的一个追捧 大概就这么多 OK 是我卡了吗 应该是主持人卡 可以可以就就把他的第一次献给我们 我觉得讲挺好的 然后上来就要又要全传项目方去去发NFT了 是吧 我刚才反正这句话我听到了 如何从零到一发项目 这个人听众 接下来就是最大的庄稼 到时候球带 反正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社群里面看一看 内容还是比较丰富 对 好 Discord是吧 不是Discord 到时候可以加我微信 我直接拉到我们那个微信群 因为我目前还是在微信群做活动为主 对 我们可以互相互相关注一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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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玩一下 这个我们确实也要这个NFT最近会推出 可能先没有那么快去到二级吧 我们应该是还是想给早期贡献者一些权益 然后更给到社区吧 我觉得NFT的项目可能在我看来还是要真的给到社区更大的一个权利和空间 他就不要做那么的中心化 因为很多的其实社区的伙伴 他的思路呀 包括想法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在这个碰撞当中 琢磨出一个项目的一个发展历程 其实这个有可能还比最先创始团队的这个路线图还要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魅力很大的一点 因为像我的话 其实我也是社区里面出来 然后主动跟项目方说 说我可以帮他们做翻译这一块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直接让我去负责他们翻译工会的这一块 是让我去召集社区里面的小伙伴一起去做翻译 就我们虽然不大 但我们翻译工会里面就固定大家做的比较熟了之后 会有四五个小伙伴 我每周去发文章 大家都第一时间会响应 合作也比较顺利 然后目前有一些新的伙伴会加入 然后相当于我们工会里面 我们组织里面大概比如说目前的五到六个工会的话 所有的人都是从社区里面捞出来的 对都是从社区里面找到大家自己自愿想做就可以来参与 对 OK 那个主持人 这个要不我们让那个卢卡斯先说吧 我们之后再自由交流 对对对 那行那我就先说一下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 我自己作为一个NFT持有者来说 我也会常常想我为什么要持有这个NFT 可能对于很多国内的玩家来说 他持有NFT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赚钱 你在支付宝或者在惊叹去买一个NFT 你可能就是等什么时候我们的政策开放了 这个NFT可以在链上应交易了赚赚一笔 然后你去ibox去买NFT 可能就是为了说我这个NFT被导业炒起来 那我在种种大赚一笔 因为这点从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己朋友圈里的头像 有多少个朋友的头像是换成了 他自己在国内平台买过NFT的 基本很少是吧 但是可能对于你在OpenSea 或者在其他海外的方式上去购买NFT来说 这可能就是在投资以外 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认可 可能在座可能这些 无论是主持人的发言人 和这些听众的头像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头像都是和NFT相关比较大的 但就NFT本身的项目而言 它自己的更新迭代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就可能这个NFT在这个季度 特别火 多少多个人再去购买 再去增弦恐惑的竞价 但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其他的NFT 它又有新的玩法 有新的内涵 它可能被更多人关注之后 之前的NFT项目就不火了 然后无论是推特或者是YouTube这些介绍 可能就换成一些新的NFT介绍 让他们自己的头像很可能也变化得很快 就自己而言 我目前我推特已经换了五个头像了 是五个不同的NFT项目 目前的这个头像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它比较好看 所以换上来的 可能对于我们这些NFT的持有者来说 这个NFT的价值可能就是 对于你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可 你有了这个NFT 哈喽 我这边好像也听不见了 我之前是没开麦吗 还是我断了 卢卡斯你还在吗 哈喽哈喽 对不起 我刚刚好像卡顿了 对 现在能听到吗 OK 可以的 好好 我之前 因为我现在那个手机 另外一个手机 我不敢关它 我怕一关 整个房子炸了 对 没事 就是刚刚也非常感谢卢卡斯的分享 卢卡斯你要不继续吧 对对对 不好意思打断你 对 我刚刚分享是 我一块掉了 我这边还好 你可以继续说 应该没问题 对对对 你说吧 没事 对 我想一下 我说到哪里了 对不起 不想人打断了 对 就是NFT可能就是你要得 你作为一个我们海外 就是你去海外平台购买NFT的玩家来说 你拥有这个NFT 你同样希望得到认可 然后我最近其实接触了一个项目 是他们做NFT的相框 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正方形的相框 它可以展示你拥有的NFT 然后他们目前其实已经上线了 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个NFT 你展示出去了 可能对于圈外人来说 他不理解是什么 对于圈内人来说 他和自己的推特头像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分别 而你的在推特来说 你可以说你把你自己头像变成六边形 证明这个NFT是你自己持有的 而对于他这个NFT相框的项目来说 他是没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NFT就是你持有的 所以说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可 其实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而最后说回到我们的项目来说 我们项目NFT是希望做成一个 长时间长远能流传下去的NFT 因为可能在目前这种市场的环境来看 就是NFT项目不断出来 一个接着一个盖过一个 可能过去的NFT就不会被人关注了 而我们的NFT项目可能是 有着文学作品的背景为依托 可能等到戴森球这部小说上市的时候 更多的人阅读它 如果它是一部好的作品的话 它可能会在接来的什么 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它还是会被更多人阅读 更多人认可 而你作为这本书 这本作品里NFT的持有人的话 你的身份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被认可的 所以说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 就是可以更长时间 更能彰显自己身份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虚拟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尝试和现实做一些关联 然后目前 但我们项目其实和其他项目 有一个不同的点 是我们项目的一些节点 可能主动权不能掌握在我们手上 而是更多掌握在刘慈欣的手上 因为这本书的进程剧情发展需要他来决定 所以说可能在某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倒数是投票投出了 这个剧情该怎样发展 刘慈欣才能把这本小说推向下一个步骤 目前我们的项目可能只是在最初的阶段 它有一个故事的雏形 有一个第一段的开始 要进行到下一段选择的过程中去 所以说我们现在才开始去收买我们自己的NLP 而持有这个NLP的人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社区 加上我们的刀组 谢谢大家